對,讓我們要組一些東西 大家好,我是Fandora的Cofounder Lara 今天很高興來這間可以認識大家 我覺得今天的主題還蠻意外 因為在過往的活動裡面,又是我們家的PR 所以,通常在外面的活動我都會介紹我們家的產品Fandora 今天的主題是要介紹我自己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很confused,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可能有些人還不知道Fandora是在做什麼事情的 所以我就大概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其实粉丝其实我们是一个网络公司 但我们做的是文创的事业 常常会有人以为我们是文创公司 但其实我们只是披着文创皮的网络公司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粉丝主要的所有的产品 还有核心活动都是跟一些插画家有关的东西 那我们就是在网路上有我们的插画社群 那现在在插画社群里面 大概有2500多的插画家在上面 然后蛮活络的去分享一些自己的作品 那为了帮助他们呢 所以和为了可以就是有实际上的营收 所以呢我们之后就做了一个叫Fanera Shop的网站 那它就是一个电子算是电商务网站 那我们在上面的话就是有贩卖各式各样 就是跟插画家合作的这些商品 然后让很多的一些就是插画家还有艺术工作者 那可能往往的在过往的经验 他们没有能力去独自去处理一些产品开发制造啊 生产处理之类的事情 那在Fanera 在跟Fanera Shop合作之后就是 他就有办法去把这些事情都做完成 然后就可以经营自己的一些品牌管 那刚刚我在就是一些人的介绍里面 好像有听到那个Rumi是吗 对就是就是你是喜欢画画的 然后很希望可以透过一些方法 然后去经营自己的一个品牌 像就是我们的网站的设计就基本上是否像Rumi这样子的朋友 然后让他们可以去方便的分享他们的创作 然后用他们的创作实际上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些营收 然后所以Fanera我们其实在商业 Fanera其实还蛮年轻的一家公司 我们成立到现在才大概快三年 然后实际上就是在营运这个商城的话 其实才刚刚满一年的时间 所以是还蛮年轻的 那就是我们的商品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虽然有天差大的色差 但是其实他的失误本来是很美丽的 好那Fanera我就不要介绍太多了 就是现在介绍我一下自己 刚刚我听到很多人其实 大家的背景呢 其实跟我自己本身稍微有点点相关 好像刚刚有很多人提到环岛旅行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出国旅行之类的东西 那我本身的话呢 就是在上一份工作室待在国泰航空空姐 然后在香港住了大概两年半的时间 然后也飞行了两年半的时间 那就是会从空姐这个职业呢 跳脱到就是现在创业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落差 所以我大概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其实都一直还在适应这件事情哦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气机会 因为我本身是从那个国立成功大学的 产品设计学系毕业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气机 从产品设计师跳到变成空姐呢 那其实是我在大二的大学的时候 就是有去参加了一个社团叫Troats Master 然后我想要分享给Nono 对我想分享给Nono 是我以前也是一个不太敢在台上讲话的人 那由于我的科系的关系 我们学校都很常做很多的pitch 那我在台上其实会有点紧张 因为是现在我已经训练很多次了 我还是会有点紧张 那就是我透过了这个社团的训练 然后它帮助我就是在台上 可以训练一些演讲的反应 然后学习如何在公共前面讲话 然后而且是用英文 然后透过这样的学习方式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就改变了很多 因为这个社团 那之后的话就是我在07年的时候 就当下是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一般还没有Facebook 然后我就说服了我的家人 然后就跑去了美国溜达了三个月 然后那时候去美国是还蛮惊喜刺激的 因为呢我是在到了美国的两个礼拜后 我才联络上我家人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家人那时候 为什么有这个胆势 敢让我就是去美国 但是也是因为有出国的这个经验 所以就改变了我人生非常多的事情 那透过因为去美国这件事情 我又发现很多上很多时候 人生上很多事情 其实我都是可以有办法独自完成的 所以在07年从美国回来之后 在08年我自己又跑去泰国 一个人旅行了一个月 然后在一个完全英文不太通的一个国家 然后就是蛮有趣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契机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旅行的 那很希望就是可以再透过旅行 然后多看看这个世界 然后去了解就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是我在当那个空姐的时候 就是所搜集起来的东西 那很可能很多人都会去跑去买明信片 那跑去买很多经验品 但是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很多的经验品 我可能没有地方放 那我的兴趣是搜集很多很多的明信片 那这些每个地方都是我亲自有跑去过 然后有充满我的回忆 那其实我在旅行的途中很常都是自己一个人 那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会帮助你思考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包括你自己要面对很多的危机处理的状况 像我有一次在伦敦生了重病 那我还要去 而且是大学圣诞节 然后医院没开 然后还要想办法就是如何活过当下的那个时间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的累积起来都对我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我想因为时间实在太短了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么短的演讲 对然后我很努力的想要分享给大家一些东西 那我可能比较不是一些就是比较柔弱的女生 因为我是独理功课的 所以基本上我个性很像男生 包括我现在跟我的co-founder 就是有四个男生一起工作 我们平常吵架就是跟男生在吵架没什么两样 那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几件事情是 有三件事情我觉得身为一个现代的女生 你可能一定要去做的 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学会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 再多学一个国家的语言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去在世界上面走跳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尝试自己独自旅行 其实旅行有很多种的形式 跟家人跟朋友都是不同的方式 那我会常常建议女生可以尝试独自旅行 就一本是刚刚刚有提到舒华 有提到环岛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环岛的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大概花了两周的时间 然后把环岛换完 那在旅行的途中 其实你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那其实你可以尝试去跟那些人接触 因为你如果是个朋友的话 你可能就只会跟朋友hand out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 然后再来就是多看一些书 那另外的话就是三个态度可能要 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稍微记一下 第一个就是做出一些实际上的改变 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或者是外在的环境都会让你觉得就是很很很难受 那但是实际上就是 如果你自己不出一些改变的话 实际上你对现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一定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先去改变之后呢 然后才有办法去影响到别人 才有办法影响到整个的外在环境 那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我不喜欢台湾的生态圈 就是工作产业的生态圈 我希望可以改变这个生态圈 那第二个就是积极啰 这边有想在场应该有非常多很积极正向的人 那就希望等一下可以跟大家有机会多多交流 然后最后一个是Be Yourself Be Yourself就是我觉得很多在可能亚洲女生 她们会被很多的社会的体制所压抑 而不敢做出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但其实呢人生到头来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 你就好好做自己反正现在不在哪里 大家也都说不准嘛 对啊 所以就是可以好好做一下自己 然后就是应该很多人都会有看过这本书 就是那面就是 Charles Soderbergh是那个Fastbook COO 那我觉得她里面分享了很多她人生的一些经验观 然后就很值得大家稍微去看一下 那最后分享给大家是一个Coach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是从一个叫做黄金花大酒店的电影里面出来的 叫做 所以每次当我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很难过 然后真的很多困难需要克服的时候 我都会提醒自己这一句话 然后这句话其实在我的人生中 最低潮的时刻都帮助我非常非常的多 那 呃 像刚刚有很多 我都很努力的在刚刚记下各式各样的人 就是我有兴趣的一些人 然后提到的一些事物 但是我现在时间到了 所以我来不及就是跟大家可以去找出一些共鸣的点 那就是呃 等一下稍后晚一点的时候 如果大家对于我这边的部分有兴趣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来找我讨论 这样子 谢谢 哎 你实验中很感耶 哈哈哈 对